是在太阳能方面的一位专业人士 那我们非常高兴请到第一次做客我们节目的辛迪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她的专业领域里像一个顾问一样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考虑安装太阳能 可以考虑哪些方面啊 请听听她的建议 那就请出我们的嘉宾辛迪 你好辛迪欢迎你 你好唐韵 大家好 我是太阳能优选王的辛迪王 好的 我估计你会比较忙啊 因为今年一开年感觉电费就涨得很猛啊 一直都在涨不知道会涨到什么时候 以你的这个角度来看 它为什么会一直这么涨呢 对这个PG&E现在电费涨得非常的凶 我昨天还在看一个客人的电费单 它的平均电价已经到了六毛一 一般我们看的平均电价都是四毛五毛 因为有高峰值和低峰值的用电 它这个客人就是平均电六毛一 我还挺surprise的 它这个风涨的主要原因还有几个 一个就是咱们加州的这个老旧的这个电力设施 对吧 电网啊都需要维护 那加州政府呢又要求加州所有电力公司呢 这个为了避免伤火 现在所有的天线都要改成地线 那这个造价成本就很高的 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说就是2000年的时候PG&E出现过能源危机嘛 所以还有欠款还没有还清 那现在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通货膨胀啊 这个天然气啊 电力的这个批发价格都是有提高的 所以综上所述吧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PG&E涨价非常的凶 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几年的数据 就是在最近的过去的两到四年里面 平均每年的这个PG&E电费涨幅是20%到30%的 在过去30年里面就是30年的长河里面PG&E的涨幅平均要每年7.5% 相当于你投投那个S&P啦 平均7%的增长 是 对 然后这个咱们今年今年最恐怖的 今年最恐怖的就是2024年的1月1号到现在嘛 咱们刚过了三个月 它的电费已经涨了20%了 so far 然后后面怎么涨还不知道 下半年加大多少不知道 所以预测往前面啊 2025 2026还是继续这样涨吗 对 它的预测涨幅是 现在的预测涨幅是每年涨11% 但是PG&E这个预测都是不准的 从来没有在11%的这个数字上呆过 因为当时2023年的时候预测2024年涨11% 就刚开年就给你涨了一个20% 所以肯定是不会 所以客人问PG&E还会涨价吗 我跟他说你把这个妈字去掉就可以了 肯定会 成了一个肯定句 那既然电费一直在涨 安装太阳能就成为大家的一个需求 很久以前我们就听说太阳能可以免费安装 可以免费安装 政府有补贴 但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真的有免费安装的方案 是不是真的呢 是有这种免费安装的方案的 一直都有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都有十多年二十多年了 就是三POWER三RUN这种比较大的太阳能公司都有这种方案 它其实学名就叫免费安装的构电协议 这个俗称咱们华人就俗称租赁 租赁呢 就是说你每个月嘛 后面要付一个月费 对吧 它是免费安装 没有材料费 没有安装费 25年的承保 一般客人都会节省40%到60%吧 就是你现在电费单 你如果做这个计划的话 能够看到你电力的这个这个节约能够有40%到60% 那听起来是很不错的啊 用免费不用前期投入 然后你每个月付下来的费用还能够省 可是为什么还有人他不选择这种租赁方案 因为他还去购买 那这两种方案啊 如果作为一个家庭是用免费的好呢 还是直接去购买好呢 这个就是看照根据每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是购买方案的话呢 就是说你的省钱可能会多一些 你的省的钱会多一些 但是先期投入比较高 你得有一大笔钱首先 然后呢 尤其是现在大部分客人他都要装电池的 那电池的成本就比较高 所以呢你这个电池和台阳能板加一块 那就就是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所以客人呢就是说一般 一般要掏个几万三啊三万四万啊 还是比较要小心的 那同时有一个不好的 就是说购买方案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电池的城堡只有十年到十二年 如果是购买方案的话 那我们也就是贷款 我们也不建议客人做贷款 现在因为贷款利率比较高嘛 那你如果如果说是这种 就是说免费安装的购电计划呢 我们叫PPA啊 他的这个整套系统是25年的维护啊 因为这个忧有权是在台阳能公司 所以他要做整套系统维护 那就包括电池 所以呢这个就是在电池上 客人就能够比较放心 他能够做到这个后面就不用担心嘛 那PPA方案就是说 他的目的就是让你 这个跟了这个台阳能公司之后 能够做到马上的这个电费的节省 现在在目前的情况下 是最popular的 我们看到客人最popular 以前的话就是利益低的时候 现金啊购买啊是比较多的 但是现在呢 更多的客人是选择做这种 就是免费安装的方案 好的那既然幸运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是专门给大家安装派业门的一位顾问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 大家要对安装派业门感兴趣哦 他想要一个方案 也需要一个估价的话 那么他们一般一个家庭 他需要提交一些什么样的材料 才能够拿到这个方案和估价呢 对这个这个这个估价和这个方案 都是免费评估的 评估都是免费的 需要客人提供给我们一个 最近一个月的电费单 就比较有意思的 我可以这边解释一下 客人有的时候老实说 有的客人偶尔会有客人 发过来电费单之后 他是把他的那个地址啊什么的 就是用黑笔给涂下去了 然后我们就会跟客人说 我说这个不行 我们要必须要让您的这个地址 因为现在我们做评估的时候 都是在这个卫星云图上 我们工程师直接做设计 然后在您的这个屋顶上去摆板子 所以屋顶的尺寸都要做测量 那这个我们必须得有您的地址 所以这就是很标准的流程 所以呢如果您需要一个这个 这个估价的话 可以提供给这个我们这个 就是您最近一个月电费单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给您做一个 比较适合您家什么方案 那么您从那个卫星云图上 可以直接看到他家 符不符合安装派遥能的这个条件吗 就是它的阳光光线够不够 对对对对 现在软件都非常的这个这个 这个smart 其实我们这边把这个这个项目 summit到后台 都是后台的工程师 他们做初期的做设计 然后就是包括它的斜度 屋顶的斜度都要有测量 然后旁边的shading 旁边的这个阴影 然后屋顶的大小 能够放多少块板 最后都是把板子摆好了 然后我们这边前面的这个sales 就把这个方案做出来 就base on那个工程师的design 然后我们把方案做出来 好的方案有了之后 那心理可能就是要选择 哪一个公司的产品 谁来给你安装了对吧 那么选择的时候 又有很多像你刚才说的这些公司 作为用户来讲 他在选择的时候 需要考虑到哪样的一些因素呢 对我们主要是让客人考虑 就是service保修 保修一般是25年 那客人你买的不光是 这设备更是服务 所以我们一般会会建议客人 就是说找业内比较 比较有名气的大公司 实力比较好 这样的话你能够做到 这个售后保修有保障 对吧 长期省便安全 就是安心省便 那小公司的问题 中小公司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见过很多的case 他最后 很多客人找不到安装商 去做维修的 然后有的安装商 这项目还没做完 就已经倒闭了 所以这中小公司 一般三五年之内 他就会倒闭 不是很稳定 所以客人造成了 很多不确定性 那你找别的公司 去给你做维修 别的公司还不愿意做 因为有牵扯到一个liability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那我们一般的就是advice 我们的客人都是要做大公司的产品 大公司的产品会不会就价格会比较高一点呢 因为你的服务就很完善嘛 会不会导致产品的价格会过高 对是有可能的 如果是拿现金购买的话 你小公司可能就是先期 它会有一些价格上的优势 对吧 但是这些优势和您所面临的 后面的巨大的风险 和未来维修上的投入 这是不划算的 所以这就是你投入产出比 其实最后还是不划算 而且尤其是现在 大多数的客人是不拿现金买 他是做这种免费安装的方案 所以你背靠一个比较靠谱的大公司 是更重要的 因为维修嘛 后面维修 你要指望这个大公司去做的 好的 除了找一个让你信任的大公司之外 像您的角色 您是属于一个 太阳能方面的一个安装 和选择的一个顾问 有点像一个broker 就是这是我的理解 帮助你的客人 给他们挑选时 和他们的厂家 对不对 对对对 那这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作为客人 我直接找大公司 跟他们的sales去接洽 和找到像您这样的一个 中间的顾问 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他是不是还需要额外的付一个服务的费用 给一下您这样的顾问呢 没有的 因为我们都是这被三POWER三RUN Q效公司 直接授权的direct dealer 这是我们就是他们的 比如说是一个channel之一 那如果您要是比如说到那个网站上 三RUN网站上去填一个表 然后呢他也会有sales给你打电话 其实都是要通过先第一步 只要通过sales做这个proposal 其实他这个成本都是有的 然后呢我们这边的就是说 呃咱们这边的优势哈 其实就是说那个跟客人的沟通会比较好 然后呢会给客人找一个比性价比最最好的方案 因为每个客人的需求不一样 呃然后我们这边比较有经验的sales wrap呀 会给客人就是说做呃很多前期的这种 这这种就是说这个方案啊比较啊 然后给客人提供一个最好的这个proposal 比如说你要比如说你要去三RUN 三RUN那个costco里面是有这个channel的 那我们经常有客人就跟我们说他三RUN那边卖的 但是和我们这边的比较价格上就是没有我们这边优势高 因为我们是direct broker 没有三RUN那边的就是在costco的成本 嗯好那如果听众他很有兴趣对安装 想找您咨询一下可不可以公布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呢 哦可以的那个您可以给这个我的电话哈是408-210-0845 408-210-0845 如果您寄不住电话的话您可以直接去google 就是太阳能优选网就是我们的这个网站 我们有很多比较就是说呃比较呃比较这个 这个comprehensive的信息然后给客人来给您可以看 然后呢我们这边呢就是做商业的项目和家用太阳能都可以服务客人的 因为我们这样也做一些商业项目 包括那个修车铺啊油游馆啊还有一些商业building啊也可以帮助客人服务 所以那在你呃今天最后我们的节目你可不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在你安装过的客户当中大家安装完了之后究竟能省多少电呀能省多少费用 哦对这个是很重要就是免费安装这个方案 好免费安装这个方案一般客人能够看到他的这个结余有40%到60% 根据您的这个用电量有关系相当于这个逻辑就相当于你换的一个电力公司 你从pgne换成了比如说这个这个这个太阳能公司 然后呢以后太阳能给你供电那太阳能呢直接就把你的这个电费呢给你 你节省了40%到60%你以后跟这个跟这个呃pgne的关系不是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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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了 就是有一个很基本的联网费因为你是在pgne网络里面有一个很基本的联网费 除了这个就没有什么额外的费用了好的那假如说既然用电这么省 家里可不可以把我的gas啊什么的都转成电的 然后呢汽车也换成电的如果都是这样的话 那么太阳能安装的你提供的电力一般来讲会不会够家庭的使用呢 呃一般我们就是跟你根据您的电费单做设计过去一年整个一年应电量 我们会做一个计算然后让你拿到百分之百的这个coverage 如果你有未来的电力增长我们我们的这个sailstrap也会去呃跟您沟通 有没有未来一年两年有没有用买电车的计划或者你要房屋出租或者等等呢 那我们都会把这些电量算就是加进来那就make sure我们的设计的电是够的 然后呢这个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工程做太阳能其实是一个工程 然后呢我还要跟您的电表去匹配对吧如果电表如果是不够用的话 就是你的这个电路板主电路板如果不够地儿的话我们还需要做这个升级 当然台湾公司都会做这个他在做size survey他在检查房的时候都会提出相应的建议 好的如果整个太阳能都转完了在后续使用的过程当中用户药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找到你们做一个帮忙吗 对对对其实我们的我们的sales survey一般服务完客人之后就是变成了怎么就就是说你的这个 energy consultan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因为我们就做成朋友的很多客人他是有有有维修需求的话 他是有这个三power三run的这个维修电话去打的 但是事实上很多的时候比如说客人有不懂的地方比如说他这个收到一个电费单不懂那我们帮他讲一讲 或者是说他有这个他要买新的这个热泵啦或者说要买新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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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担机啦什么的 都要来问一问我有什么好品牌让我们推荐一下或者是说啊这个这个我要做一个这个对吧 EV charger 有没有电供推荐其实就是说后来我们就变成了这个service 客人这个关于电方面service 客人的 所有都要service他们 其实 好的 谢谢心底今天带给我们的这些介绍啊 所以听起来你们就会成为客人的一个终身的能源顾问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对太阳能安装 非常的有兴趣想给自己家里也做一个太阳能安装的方案做一个评估 您都可以联系心底他的电话呢是408-210-0845-210-0845-210-0845 太阳能优选网就可以找到心底的联系方式啦 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心底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啦 谢谢我 谢谢 people 谢谢大家 谢谢